来看到民进党的另一位王定宇贴出与六四学院领袖民运人士乌尔开西的合影 并揭露乌尔开西一个多月前从楼梯跌落导致炉内出血 昏迷指数甚至一度只有三入住家户病房 那乌尔开西本身其实也不太喜欢让人家看到不好看的样子 所以我们这些少数知道的朋友都没有对外揭露 那一直到今天下午乌尔开西的状况比较好了 所以我到他家里面坐了一下陪他聊聊天 那在上个礼拜的时候乌尔开西还有一只手一只脚不太方便 今天已经可以自行走路 连医生都说他恢复的意志力非常的强大 他恢复的状况是让人觉得非常的惊喜 所以今天乌尔开西在状况比较稳定的状况下 有他跟他家人讨论 应该适度的把他的情况让外界知道 王定宇透露一个多月前 许多朋友突然联络不上了乌尔开西 但幸好经过医疗团队一个多月的抢救 乌尔开西就回来了 不过仍需要持续复健 王定宇指出乌尔开西自己强认的声明力 他恢复的很好 只是还需要一段时间的复健 但相信他一定会完全康复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